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来说这位在剧中的萧綦 历史中的刘宋开国皇帝刘玉 如果有的朋友没有看过我的第一期节目 这个也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第一集主要介绍的是刘玉发迹前的情况 至于刘玉人生中的高光时刻 我们都将在这一集中给大家展现出来 同时呢 我也是想借助刘玉这个人物把东晋末年的历史 也就是从东晋到南北朝过渡阶段的这段历史给大家稍微的解读一下 因为这段历史也确实比较乱 乱就乱在还牵涉到北方的政权 而北方正是一个特别混乱的时期 就是我们熟知的五湖十六国时期 所以我们在讲刘玉的时候 也会把北方政权的变化 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好的 我们现在就回到正题 继续说这位刘玉 在中国的历届皇帝中 如果按个人的武力值比较 就是比比谁最能打 如果按这么比的话 如果刘玉说自己是第二的话 那我估计没有人敢 敢有什么不同意见 本来这也是无法比较的 你总不能让刘玉去跟李世民 赵匡胤 商周王他们去掰掰手画吧 这不就成了关公战秦琼了吗 但不管怎么说啊 刘玉的个人的武力值确实是非常高的 在资质通鉴中 就记载了刘玉的一次战斗 刘玉决定从军以后呢 在当时狼牙王室一族中的王密的推荐下 就去刘劳之的部队里做了一名小小的参军 参军呢 也就相当于一个低级军官 带着几十号人 有一天呢 刘劳之布置给刘玉一个任务 就是让他带领着一船士卒 大概有几十个人 去对面的敌军阵营去刺探些消息 刘玉就带着这一船人和几十个士卒上了路 在江面上就碰到了对面的敌军 那对面的敌军是谁呢 这时候刘劳之带领的部队呢 正在和孙恩起义的起义军作战 孙恩起义是冬近末年爆发的一个规模非常大的一个农民起义 更准确的说 他应该算是一个教徒起义 是五斗米教发动的教徒起义 五斗米教呢 是诞生于东汉的末年 创始人就是大家熟知的张道林 又叫张天师 五斗米教又叫天师教和正一教 一般史学界认为呢 五斗米教就是道教的起源 所以道教呢 是起源于东汉末年 当然了 道家思想是起源于先秦时代 甚至更久远的年代 可以这样理解 道家思想只是道教的一个组成部分 虽然说老子被尊为道教的鼻祖 但是呢 道家思想只是一种思想流派 就像墨家思想 儒家思想 法家思想是一样的 他并没有进入到一个宗教的境地 当然了 这只是一般意义上的理解 在这方面呢 是有很多很多的争议 咱们呢 就不在这里细说了 刘豫这时候遇上的是上千人的敌军 这时候通常的做法呢 就应该是赶紧的找地方躲起来 或者尽快的逃离 但是啊 在刘豫的字典里 根本就没有逃跑这个字 准确的说 刘豫根本就没有字典 所以刘豫就带领着士兵们架着船冲了上去 很快刘豫率领的士兵们就纷纷的战死了 只剩下刘豫的一个人 战斗呢也从江面上一直打到了岸上 一般来说呀 战斗打到这个份上 结局应该是笃定的 即使是天下文明的猛将 也顶多是历杀几十个人 最后历劫被俘或者被杀死 毕竟刘豫是一对上千 这上千人就是每人唾一口唾面 也能把刘豫活熏死 当刘靖宣 刘靖宣是刘劳之的儿子 当刘靖宣发现刘豫久去未归 所以呢 带着兵马来寻找的时候 就看到了这么惊人的一幕 在岸边上 刘豫挥舞着大刀 追逐着这上千人四处奔逃 宛若猛虎驱赶群羊 这个刘靖宣当时就看傻了 清醒以后 马上命令士卒趁势掩杀过去 最后是杀死了起军上千人 进军获得了大胜 刘豫在此战以后 获得了刘劳之的赏识 被任命为先锋 大家可能觉得这个故事有点匪夷所思 其实不瞒你们说 我看到这则故事的时候也是不敢相信 但是呢 这则故事确实是出自于证实 它出自于司马光写的资质通鉴 所以哪位如果觉得这个故事过于夸张 不妨去找司马光去理论一番 据我所知啊 司马光这位老先生不光是喜欢砸钢 而且还喜欢抬杠 脾气还不太好 所以呢 如果他要是不高兴把您扔到了钢里不砸而去 您可别说我没提醒过您 此一以后 刘豫就获得了刘劳之的赏识 刘劳之大家可能不太熟悉 他是废水之战中涌现出来的名将 这时候刘劳之率领的部队就是那时候天下文明的北斧军 北斧军是由谢家创建的 当时就是为了对抗前秦复坚的威胁 在北斧军之前 东晋最能打的部队呢 是乔国皇室所率领的金楚部队 但是因为环室一直是对皇位图毛不轨 所以呢 在谢安的建议下 就组建了北斧军 其实就是谢家军 所以大家也可见 东晋的时候皇帝是没有什么军权的 他要么倚靠的是金楚兵 要么就得倚靠谢家的北斧军 也是在北斧军和金楚兵的通力合作下 最后打赢了肥水之战 但是后来谢安受到排挤 在北伐途中就病逝了 谢家就逐渐丧失了对北斧军的控制权 这时候北斧军是在刘劳之的控制之下 刘劳军就任命刘裕为先锋继续追杀孙恩的起军 最后直到把孙恩逼到了海里 跳海自杀 就在刘裕追杀孙恩起军的时候呢 都城建康的政局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 环氏当时的家主环玄带领着金楚部队突袭了都城建康 把靖安帝赶下了台 而且自立为帝 这就是历史上的环储政权 环玄是环温的儿子 环温是东晋的中后期风云一时的人物 他有一句名言 大家一定非常熟悉 就是既不能流芳百世 不足复离臭万年灾 这句话就是环温说的 环氏家族跟其他的几大家族不太一样 其他几个家族呢 基本上都是认可司马氏的皇室地位 除了东晋初年的王敦以外 他们并没有想去篡夺皇位 也就是说他们要的只是权利 并不是皇帝的宝座 这样就构成了东晋时期的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结构 就是皇帝做位子各大门阀轮流执政 而环氏呢既是门阀之一 但是呢他既想要权利又想要位子 所以呢环氏就成了东晋政体中的一个不稳定因素 环温在世的时候他就想篡权 但是最后呢未能如愿 他最后的愿望是想能够让皇帝给他加九息 大家知道在历史上凡是那些被加九息的权臣最后都走上了篡位的道路 但是最后环温也没得到这个九息 这个九息这件事情就被当时的谢安给拖延下来了 环温最后病逝 他的这个愿望也没有实现 最终实现他这个愿望呢就是他的这个儿子环玄 环玄趁着健康空虚的时候突袭了健康 拈走了晋安帝终于自己登基当了皇帝圆了他们环氏家族的这个梦 不过既然是梦那么就总是要醒的 而且通常梦也不会持续太长时间 环玄后来赶走了刘劳之取得了北斧军的控制权 这时候已经在北斧军中有一定威望的刘玉 也就只能无奈的归降了环玄 环玄第一次见到刘玉的时候呢感觉这个人非常的不一般 认为他是一个可造之才 而当时环玄的皇后刘氏也在屏风后见到了刘玉 然后他就对他的丈夫皇帝说 说刘玉这个人龙行虎步绝不肯居人之下 所以应该尽早除之 环玄呢没有听他夫人的话认为刘玉这个人大有可用 我还有很多的事情要他去办 我现在不能杀他 不听老婆话的结果通常都是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 没过多久 刘玉呢就以打猎为名 带着几十个人回到了他的京口老家 京口呢就是今天的江苏镇江 刘玉到了京口以后就揭竿而起 召集以前北斧军流散的将士们起兵返还 这时候已经群龙无首的北斧军终于看到了希望 所以呢他们就纷纷的聚在了刘玉的大旗之下 刘玉的军队迅速的壮大起来 在和环玄的部队的几次交战中 刘玉的军队都获得了大胜 最后环玄是不服自己亲自带兵出征 结果同样也是招致大败 最后环玄被杀 刘玉迎进安帝回到了建康 网络上有人说刘玉是六位帝皇丸 就是说他一生中杀了六个皇帝 后世的某个人在锦绣南哥那集中 也赋予了刘玉另外一个外号 叫尼古拉斯杀皇 说的呢也都是同一回事 环储政权的皇帝环玄就是刘玉杀的第一个皇帝 那时候刘玉的这把屠龙刀还不是特别的锋利 在他以后的征战中他这把刀是越来越锐 咱们先来说说这位晋安帝 晋安帝叫司马德宗 他是晋孝武帝的儿子 和剧中我们看到的皇帝呢不大一样 在剧中呢皇帝是有病的 而晋安帝呢却是一个严重的智障患者 他不知寒暑不知冷热一年四季都分不清 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他的智障程度比以前我们讲过的西晋的晋惠帝司马忠还要严重的多 司马忠就是大家知道的那位说出了何不食肉迷这句话的西晋的皇帝 关于他和贾南风的故事呢在以前的视频中我也曾经讲过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翻看一下 这位有着严重智障的晋安帝司马德宗 却有着一位貌美多才能书绘画的皇后 不能不说也是一个悲剧 这个皇后叫什么名字呢 她的名字叫王神爱 可能大家对这个名字不熟悉 但是如果提到她的父亲和她的祖父 大家一定不会觉得陌生 她的父亲是王羡之 她的祖父叫王羡之 王羡之是王羡之七个儿子中最年幼的一个 也是最出色的一个 历史上给王羡之跟王羡之这父子俩一个尊称 这个尊称呢也是广大斗地主爱好者的最爱 就是王诈二王 一说到这儿啊 熟悉我的这个频道的观众可能知道 我可能又要跑题了 不过这次跑题呢咱们不跑远 咱们就先说说这位王羡之 在说王羡之之前呢 咱们再往前多挪一步 先说说她的父亲王羡之 王羡之 是当时权向王岛的侄子 王敦之乱以后 狼牙王室在朝中的势力呢 就进一步的削弱 这时候王岛就想结交当时在朝中执掌军权的太尉西建 西建有个女儿叫西道福 正好也是到了代驾年龄 西建同意与王家结亲 王岛就让西建从他的子职中去挑选西建的成龙快婿 西建就派他的管家去到王府去考察 王家的子弟们个个都打扮得好好的 毕恭毕敬的接受这位管家的考察 唯独有一个人 坦胸肉腐仰卧在东床之上不为所动 似乎什么事跟他都没关系 后来这个管家回复以后向西建禀报 说王家子弟都非常的出色 个个毕恭毕敬很有礼貌 唯独有这么一个人 坦胸肉腐躺在东床之上 有点不成体统 西建却对这个人情有独钟 认为这个人就是他未来的成龙快婿 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就是王羲之 东床快婿这个成语也就由此而来 王羲之和西建的女儿西玄结婚以后 两个人感情非常好 总共育有妻子一女 其中最年幼的也是其中最有才华的儿子王羡之 后来喜欢上了他母亲的侄女 名字叫西道茂 两个人的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后来两个人长大以后就成婚了 王羲之是当时有名的大才子 家事又非常好 当时可以说是圈粉无数 两个人婚后生活非常的美满 而且生有一个女儿 只是很可惜这个女儿很早就过世了 虽然以后再无所出 但是二人依然是间谍情深 当时的皇帝是晋安帝的父亲晋孝武帝司马耀 她有一个女儿叫司马道夫 这个女儿在之前已经婚配了 嫁给了环氏的子弟 后来环氏落难以后也就离了婚 司马得福也就是新安公主 她非常仰慕王羲之的才华和人品 对王羲之可以说是情有独钟 同时她又非常受晋孝武帝司马耀的宠爱 所以当她向晋孝武帝提出她要嫁给王羡之的时候 晋孝武帝就一口答应了 可是这时候王羡之已经有了夫人 所以晋孝武帝就开始做狼牙王室的工作 狼牙王室这时候势力已经微弱 所以他们非常的渴望能与皇家结这门亲 所以这时候家族和王室两方面的力量都压向了王羡之 都要求王羡之与她的爱妻离婚 王羡之是坚决不从 为此她不惜用纠草烧残了自己的双脚 宁愿自己今后一生都落下残疾 她也不愿意与她的爱妻离婚 但是即使是王羡之这样近似疯狂的举动 也没有阻止她离婚 因为那位新安公主对她也是迟情一片 即使是王羡之已经成为一个残疾人 再无往日的风采 新安公主仍然是义无反悟的要嫁给她 最后在万万无奈之下 王羡之只能与自己的爱妻西道茂离婚 后世的唐伯虎画了一幅画叫 《王羡之修西德茂续取西安公主图》 描写了王羡之和他的妻子离别时的情形 画中的两个女子一个就是西道茂 另外一个是西道茂的侍女 与王羡之离婚以后 西道茂呢因为父母也去世了 只能投奔到了伯父家 王羡之曾经给西道茂写过一封信 信中有这样几句 随奉对今年可以为近日之欢 常苦不尽触额之唱 方育于子即当年之足 以知偕老岂未乖别至此 抚养悲业时无以无以 唯当绝弃耳 这封信就是传世之作奉对帖 信中表达了王羡之对与他的爱妻 再无处额之福 也无偕老之望的感叹 只能是仇怀难解终日悲业 或许要到弃绝之日才能求得解脱 西道茂离婚以后并被改嫁 郁郁终生 而新安公主司马得福最终也没有得到她所希望的爱情 王羡之一生也没有爱她 虽然他们有了一个女儿 就是刚才提到的王神爱 在王羡之临终之际 有个道士来上门为她做法 就问她一生中有什么过错或者是汉事 王羡之回答说 不觉有余事 唯意与西家离婚 王羡之一生最耿耿于怀的过错 就是与西氏离婚 虽然说她已经尽了全力 但仍旧暴汉终生 王羡之的这段爱情故事呢 不禁使人想起了南宋诗人路由和唐婉的那段 爱情经历 也不禁就让我想起了那首词 拆头缝 红苏手黄藤酒 满城春色功强柳 东风乐欢情薄 一杯酬绪几年理所 错错错错 春如旧 人空寿 泪痕 红意 焦消透 桃花落 闲池阁 山蒙随在 锦书 难脱 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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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了也不能少了那首《沈元怀旧》 城上斜阳画脚埃 沈元无腹就池台 伤心桥下春波绿 一是惊鸿照影来 刘玉营晋安帝司马德尊回朝 重新继续了东晋的政权 可以说是有大功于东晋 而且呢 他后来又修书一封给后勤的皇帝 让他归还淮北十二郡 设于当时刘玉的武力和声势 这时候的刘玉已经成为了北斧军新一代的领导人 后勤的皇帝姚洪不敢招惹刘玉 就乖乖的吐出了淮北十二郡 刘玉可以说是不费吹灰之力 就赢得了广阔的土地 由此呢 在朝中的声势日盛 金安帝也破例的封刘玉为豫章郡王 在内部稳定以后 刘玉就开始了新的北伐 也就再次开启了他拍死皇帝的过程 刚才说了 他第一个拍死的皇帝是环楚政权的皇帝环玄 第二个倒霉蛋就是西蜀政权的皇帝乔纵 就在北伐的途中被刘玉给拍死了 第三个被拍死的倒霉蛋呢 是显卑慕容建立的南烟政权 他的皇帝叫慕容超 第四个是后秦的皇帝姚洪 在拍死姚洪之前 刘玉还和北魏打了一仗 当时刘玉是想向北魏借道去攻打后秦 但是北魏呢想趁机抄刘玉的后路 于是呢就派了十万铁骑攻击刘玉 刘玉当时是以三千步兵迎战 最后的结果竟然是三千步兵打败了十万铁骑 这可以说是一场不可思议的胜利 在这场战役中刘玉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启用了他的雀跃阵 所谓雀跃阵呢可以理解为早期的多兵种联合作战 它是在一种特殊的地形条件下的一种打法 这种特殊的地理条件呢就是要以免还水 刘玉步的那些高大的舰船就停泊在水面上 在岸边以战车在前士兵在后 布成了这么一个环形的阵势 这种打法的特点呢就是可以充分的利用船上的床弩 远距离的杀伤敌军 近距离又可以配以公辱以及长枪近距离的杀伤敌军 而且因为阵型是以环形排列 而环形呢从物理学角度来说 又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弱外界的冲击力 综合以上各种因素 刘玉最后才能以雀跃阵以少胜多大败了北魏军 到目前为止刘玉已经拍死了四个皇帝 这时候离北伐的最终胜利最终能够统一中原 可以说已经是指日可待 不过就在这时候啊刘玉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当时刘玉外出征战的时候 他在朝廷内部最大的依托就是他非常信任的一个大臣叫刘慕之 这个人对于刘玉来说就相当于当年的萧和与刘邦 刘玉军队的后勤补给以及朝堂的稳定 完全都是依赖于刘慕之的运筹帷 但是在刘玉北伐已经攻克了长安洛阳以后 刘慕之突然病逝 刘玉失去了这个后方的倚仗 所以他被迫率大军返回了建康 只留下了他的幼子刘玉珍和两个大臣 一个叫王振厄一个叫沈田子继续留守长安 刘玉本来的想法呢是想让王振厄和沈田子两人相互牵制 但是没想到两个人的矛盾激化最后导致了内乱 胡夏的皇帝赫连伯伯趁机攻入了长安 刘玉的北伐战果由此就被葬送 北斧军经长安一役也是损失惨重 但是刘玉这次也不能说没有收获 他回到建康以后就逼迫着晋安帝司马德宗善位 把床位传给了司马德宗的弟弟司马德文 也就是后来的晋公帝 后来刘玉又毒杀了晋安帝司马德宗 这也就是刘玉杀死的第五个皇帝 同时也开启了善让皇位以后的皇帝还被杀死的历史先河 这也成了刘玉一生的污点 那么刘玉为什么杀死了晋安帝以后 并没有自己称帝还扶持了另外一个皇帝呢 这和一句预言有关系 大家如果想知道这个预言的详细内容和刘玉最后是如何杀死晋公帝 大家可以去看我以前的那期视频 是在锦绣南歌系列中的灵车上的刘宋王朝那一期 有非常详细的介绍 刚才提到了很多北方政权的名字 大家可能觉得比较乱 其实呢五湖十六国实际上并不止十六国 可能有二十几个政权 这段历史呢确实是比较乱 不过大家可以分成几个阶段来看 可能就比较清楚一些 第一个阶段呢 应该是从刘渊建立的前兆以及石乐建立的后兆 这是一个阶段 再往后呢就是前秦的崛起 前秦最终是统一了北方 甚至统一了西域建立了一个总面积达到六百多万平方公里的一个强大的王朝 而当时的东晋呢只有三百多万平方公里 后来肥水之战以后前秦战败 战败以后就开始分裂 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后秦就是在这个阶段分裂出来的 而且不只是后秦 前秦覆灭以后 中国北方又重新回到了分裂局面 像南烟呀西烟呀以及前梁后梁北梁也都纷纷的建立起来 其中的有一个非常小的国家叫代国 代国呢 这时候出现了一个人物叫拓跋归 他后来改国号为魏 就是历史上的北魏 他率领显卑的拓跋部最终完成了对中国北方的统一 这时候的历史也就进入了北魏时期 而差不多同一时间中国的南方也由东晋进入到了刘宋时期 也就正式开始了南北朝时期 有的朋友可能会说这十六国的名字呀太难记 如果你要真想记的话 我倒是可以教给你一个办法 所谓的十六国中的十五国都是在中国的北方 只有一个成汉政权是在中国的西南 所以呢我们先把这个成汉摘出来 可以称为一成后面的十五个 我们就可以按照12345的顺序来记 一是一下 二照指的是前照和后照 三秦指的是前秦后秦和西秦 四焉指的是前焉后焉南焉北焉 五粮指的是前粮后粮南粮北粮西粮 这样的话一加二加三加四加五总共就是十五个政权 再加上刚才提到的成汉总共就是十六政权 顺起来呢就是一成一下二照三秦四焉五粮 如果这样说大家还是记不住的话 那我就是五粮变六粮加上一个新粮 公元420年刘豫称帝称帝以后 刘豫又做了一件令世人瞠目结舌的事情 他居然把他的王妻藏爱察的灵位放进了天子七庙 而且是独立一时享受祭祀 此举是和礼法大不合的 大家知道天子是可以设立七庙的 就是可以供奉除了十足以外的一至六十足 具体的座位呢就是十足坐北朝南居于正中 然后左朝右勿 左边也就是相当于东边为尊 所以呢 左边呢一次是一世祖三世祖五世祖 右边呢是二世祖四世祖六世祖 总共就是七位总先供奉在太庙里 诸侯王可以供奉五世祖 也就是除了世祖以外的一至四世祖 士大夫设三庙 世子一庙 庶民抱歉一庙也不庙 给你个坟头就不错了 一般而言如果皇后是先于皇帝去世 那么呢会先把它安置在别庙祭祀 等到皇帝驾崩以后 再把皇后的庙与皇帝的庙一起迁入太庙 皇后呢只是作为陪祭 并不能当作正神 后世的唐太宗李世民深爱自己的长孙皇后 在长孙皇后去世以后 他也只是破格的让长孙皇后直接赴太庙 就是直接入太庙接受祭祀 但是也只是作为陪祭 并不是正神 刘豫在自己的爱妻世事之后 直接将他升赴太庙 并当作正神祭祀 这在历史上是唯一的一次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由此可见刘豫对所谓礼法的灭世 同时呢也是能看出他对妻子的一往情深 当然了此举也招致了后世的很多文人的口诛笔伐 但是刘豫就是这样一个人敢爱也敢恨 不受任何的限制 顺便说一下 在上一期中提到的把他绑在马鞍上毒打的那位雕魁 最后因为参与环玄的叛乱也被刘豫诛杀灭了满门 而且散尽了刁家的所有财富与当时正在经口受灾的难民 刘豫在他执政的两年以后 在他正准备再一次北伐的时候突然病逝 结束了他这弃吞万里如虎的一生 又过了六十年到了公元479年 刘宋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刘准 在把皇位善让给了手下大臣萧道成以后 依然最终被萧道成所杀 在他临终的时候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远生生世世不要出生在帝王之家 天道寻回做错的事情早晚是要付出代价 你欠的账早晚是要还的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